本節目內容只反映主持人 或個別參與節目人士的意見 敬請留言 斑馬在線的留言板每晚都爆燈 是呀 尤其我都說 你說拉登也是一種合客 你就死定了 我沒有說合客 這個呢… 不重角度 好像Katy這位是女生 她說很不贊成 劉先生說拉登也是合 拉登一定不是合 如果是的,這個世界就慘了 你的節目叫做黑白分明 但這位觀眾叫做黑白難分 她說你們的節目是黑白分明 不過道理難分 她說拉登的作為 身為反美勢力是正確的 她的人肉炸彈是刺客 是為伊斯蘭理想而犧牲的 有沒有搞錯 伊斯蘭有甚麼理想 被你濫殺的 他們又為甚麼理想 是呀 沒錯 她說你為你的理想而犧牲 有沒有這樣的道理 去攬住幾千人跟你一起死 死的那幾千人 有沒有孤兒子 殺無辜絕對不是合客的所謂 絕這個不是 我都說不是 他是刺客,沒有說是合客 聽清楚 刺客也不對 是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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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娶港女為妻 是嗎 另外, 香港的男生有沒有問題 一樣有 有35萬的適婚香港女子 找不到老公 或者不願意在香港找老公 何解呀 而要北上尋夫 那個理由就是香港男人 即是港男不懂得調情 不夠浪漫 換言之, 他們一起不讓女生覺得倒楣 即是不懂得談情 那真的要看金融武俠小說 通通武俠小說也有談情 奇怪了 看幾十年金融武俠小說的香港人 為何不懂得在金融小說裡偷談情的招數 裡面其實不只是武俠那麼少 家仇國恨 男女私情很多 你最喜歡金融的哪一場情戲 我嗎? 我們呢 看你笑得淫淫的不妨好事 不是, 蔡子 這場是好事的 這場是好事的 這場是在古墓裡 神嬌俠女 神嬌俠女的小龍女 要脫衣服的 不要緊, 很正經的 有少許三級的 楊過 兩人在訓練玉女心經 以前, 粵語殘片都拍過 獎對獎 是 這樣出現 這場是 我幻想如果跟女朋友在密室練玉女心經 有這麼一個定力嗎? 不知道 但是… 會不會玉女心經練不成 弄得要練素女經收場 不會, 我們是治病的 是 玉女心經是治病, 救楊過的 我看你的人 雖然平時標榜含蓄 都是腦骨 是腦骨? 是 女孩子看到你, 害怕 是嗎? 我覺得最浪漫的一場情戲 首選就是笑傲江湖 裡面有一場令胡聰被追殺 就是由二林救了她 這個小屍姑 這個小屍姑救了她 一邊揹著她, 一邊走 就走到她一條… 因為山嶺河邊時, 天色夜晚 兩個人躺在草地一起看星星 說星星很漂亮 突然在荒野裡出現一些螢火蟲 於是令胡聰就幫她捉了一堆螢火蟲 放進小袋子裡 然後整個袋子是閃亮的 送給二林 她說天上的星星被我捉了一堆 就在這個袋子裡 這是一種很優美、很浪漫的想像 所以你… 不知道是否金融先生年輕時 自己的親身經歷 這叫Romantic 這簡直是大男人主義 不會 揹到那個星星 是有一點點角色的女孩子 都知道是假的 當然是假的 她是傻嗎? 假的當然知道 女孩子明知道是假的 只要這個謊言說得甜蜜 她都會很開心 是嗎? 因為女人不是理性的動物 誰不知道 星星不等於螢火蟲 她是感性的動物 原來現代的男女 她在談情時的內容是非常貧乏的 是的 不是剛才說唱片 又說在哪裡吃東西 是的 吃東西在哪裡吃壽司 是的 壽司總都還沒說 總之是好吃,排隊 一天就去看電影 坐下來點菜都老套了 給你一個菜單 你喜歡吃什麼? 隨便 隨便 紅豆冰 還是什麼夏威夷奇異果汁 那女孩子看到那男人 那男孩子本身什麼都隨便 表現那種電車男的優柔寡 是吧? 他覺得這個人沒有決斷力 沒錯 沒有男人味 我將來怎麼付託給你 談話索言無味 跟他出街 他不知道什麼叫月光 也不知道什麼叫星光 千萬不要跟他說星光 是 一說星,他就滿頭星 所以談情其實 都是有如高手過招 絕對是 男女雙方都是兩大劍客 一定要不只拳來腳王 而且劍來招王 大家在對抗中謀求 一個統一和和諧 有時是灑花槍 有時是輕輕地疾對方 疾人又要疾自己 有一種情感 有幽默感 以前叫做灑花槍 不過這樣 在金融中他也說過 他自己說 古代的少女 其實是做什麼生活的呢 他說很可憐 他只是在家裡受花 或者甚至有些才學 可能作詩 他沒有生活經驗 他沒有生活經驗 而且加上中國古代男女盲分瓦駕 根本不需要一個自由戀愛的過程 你說 以前的中國男人怎麼會談情呢 就像這個銀盤第一樹蜜 這樣 為何這麼正義 我和某人卻接不公 爸爸,你們先談談 我去連見 劉娟 我還記得你在柳家莊被白衣冰心羞辱的事 當時我倆姐妹都很替你不值得 沒有 沒有女人 水壺傳 有,淫婦 淫婦,憎恨女人 是的 那幾個108好漢裡面 那幾個沒有大蟲 孫大娘 也不知道不是女人 殺人亡 西遊記也沒有談情 有,盆絲洞 整群蜘蛛精在裸肉 這個豬八怪的魚在大腿之間 游來游去 根本沒有愛情 沒有愛情 只有一部紅樓木 其實是情書 但是這麼多代被指為悔淫 其實淫什麼呢 裡面根本沒有三級愛玉 是吧 是大家說情 可見對於情 中國的社會是壓抑的 在江湖裡面 我們說的江湖 江湖裡面 男女平等 女性可以走出江湖做合女 沒錯 這樣就有愛情了 你要離開傳統的社會 那個世俗 要去到江湖裡面 女性才真正得到解放 是的 紅佛女就帶頭 所以在金融武俠小說裡面 為什麼可以有男女談情呢 是的 因為是江湖 很多愛情就精彩了 是吧 慢慢再次 稍後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共同欣賞自己的經歷 代入進去 有的, 很多時候都是 很多時候都是 難怪你這麼有感觸 因為我經常都失戀 你知道的 是 失戀對藝術是好事 有的, 很多人都失戀了 有的, 很多人都失戀了 有的, 很多人都失戀了 是, 當然 金庸小說之所以受歡迎 除了硬橋硬馬的武俠之外 亦有情意綿綿的感情場面 一定要 這就像中國道家國所說的 叫做陰陽相際, 是吧 剛柔互補, 這樣才好看 雖然男女主角的愛情很反叛 也不夠香港現在的愛情故事那麼反叛 香港的愛情故事是否反叛還是蒼白 我覺得有… 蒼白比較適合 就是兩體, 為甚麼呢 因為我剛才說, 人家令湖沖而臨 要去到山嶺、流水之間 要晚上的大氣像水晶一樣 看到滿天星, 有螢火蟲 才激發起那種談情的… 這個景象好嗎 浪漫靈感 香港不是, 到處逛商場 商場裡有自動電梯 自動電梯的東西人來人往 你想拖手, 會被保安的眼眶 於是商場是一個很抗互動的環境 對, 這又叫做後現代的冷漠 對, 這種是很冷淡, 很麻木的環境 你進去商場就難掩那種買東西的衝動 沒錯 女生跟你商場拍拖 然後對眼, 手就被你拖著 對眼就逐間名店四位授 對, 進去看多兩望 又說想要這雙耳環的手袋 那你去看嗎 不是, 看看行不行 是吧, 看看你要慢慢陪她逐間選 你悶不悶呢 還有… 浪漫靈感嗎 商場是一種浪漫的殺手 是一種浪漫的殺手 沒錯 對, 令城市沒情沒趣 令語言枯竭 你就在選衣服、選褲, 我就在等 難怪商場裡看不見一些 令人印象深刻的情人 沒有 只是會看到有一些變態的電車男 走出來 在自動電梯底打開手機 不知道在拍什麼 那種人 你說香港女生在這種環境 你說怎樣找女生 怎麼安心 很可憐 所以唯有看武俠小說 看金蓉先生的作品 當作一種… 記情於裡面 精神的逃避 沒錯 尤其是中國文學的傳統 就是四大名著角 有三部都是反愛情、反女人 直至到現代武俠小說開始 才加上了愛情的那種因素 因為要寫給現代人看 還有像你自觀所說 女性的走到江湖那裡 才會自得色光 沒錯 像梁雨生先生的一位老朋友 也是寫武俠小說的作家梁 他是金蓉和一起出道寫的 他有一本名著叫《白髮魔女傳》 裡面一首詞說了愛情的重要 是嗎?你記得嗎 一歎佳人絕代 白頭未老 百年一樂 不負心盟 短座災花 長屍作酒 詩劍年年總益興 這就是把那種愛情寫得很優美 這叫詩劍年年總益興 除了詩之外,還有劍 詩是什麼呢? 當然是情詩 我們聽聽當年天龍八寶 那首歌《兩亡煙碎雷》 《塞外藥,枕叛詩》 是吧? 這也是把愛情寫得很優美的 這些是喬風、段宇、黃宇賢 這些多過男女主角的錯綜複雜 情感關係,寫得很感人 另外一個武俠小說大革 魏康說 武俠小說三樣東西搞定 一個武俠一定要打的 是 一定要合,有合氣 還有一定要有情 沒錯 武俠情,三條線 三元色 三元色 交織成一個好似的武俠小說 紅、綠、藍 這個大千世界的三種基本元色 把它混合起來 當然是五色繽紛,大千夢幻 所以有武、有合 如果武情就不要看 所以你看看《刺下列傳》 《京蛤》 這個風少少 慷慨 液水寒,很慷慨 但是… 差一點點 不能回味 何況有了武俠的愛情 拍成電影、拍成電視劇 也有很多優美的插曲 今晚我們再請黎小條 是吧? 好 跟我們表演一首 當年武俠電視劇裡的一首 很動聽的情歌 好 有時將於沙漠為夢 上來無飄送 如若地心可相聪 会明白我已弄 有时望见轻里落手涌 虽我亦敢相众 如若互相牵心性 会感到一切倾心 浓情物依隐藏心中 如有千必然猜中 人参到千里爱 你可感到风吹为躁动 已是长远山 无迷雾 千里无飘送 如若梦境不相聪 我往有以前梦 数在夜深 苦吹也 眷恋半段 残梦 感谢安特尼 买MC 却震动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辛苦你了 谢谢 不好意思,Michael 我剛才看到你藝術家就是藝術家 唱一唱《木有淚光》 你那半決… 真是假的 你那半決殘夢是甚麼呢 我半決殘夢當然是 我以前的《走了老》 我就有些… 是嗎 武俠小說的歌 是否一樣是這麼有感情的呢 是,因為武俠小說的情歌 因為我看了劇本 跟我們大陸的編劇、策劃、創作 知道了故事,知道了畫面 例如這段劇 我也知道有時候黎大衛要在雪地拍攝 他要吐血死,所以… 所以我們想了一個這樣的想法 即是你的腦海裡有扣相嗎 有的,有扣相 要將自己的經歷代入進去嗎 有的,很多時候都是… 怪得你這麼有感觸 因為我經常都失戀,你知道的 失戀對藝術家是好事 好事 天章降大任於詩人人 必先,惡其體股,勞其筋骨 這樣才可以寫到很有感情的 所有大俠都要失戀 是嗎? 不失戀就做不成大俠 和國為國 昨夜西風雕碧樹 獨想高樓,望盡天崖路 小田哥,現在你到這個大師 到這個境界 沒問題… 儘量將藝術… 希望將這個流行文化包裝 不過黎智庭,你這首歌真是… 你說流淚為喊為遲 你這首歌只聽了音樂 音樂也好,你喜歡 這麼浪漫 女生一聽音樂 對眼睛已經開始濕了 希望她是吧 是吧 有骨頭的,這句話說的 不是… 是 真厲害 謝謝… 這麼久了 這麼晚時間差不多 明晚一定要來 八晚 一定再來 這麼好玩的節目 一定再來 是的 謝謝你 謝謝… 我覺得我最喜歡的就是黃蓉 其實我的老師比較木直 是嗎?不會去煮的 謝謝 拜讀金融,發表偉論 自問系超級金融迷 我們歡迎你來參與斑馬在線 一起唇槍涉劍論金融 只要將你的個人資料 聯同聯絡方法 寄來大埔工業村 大城街25至37號 亞洲電視斑馬在線收 就有機會和大家一起劍賞金融 如果對本節目有任何意見 歡迎登入亞視網站 www.hkatv.com 接下來是播映 波頓休閒復特約 當年今日之後 是馬上傳接觸和夜間新聞 電視頻 電視頻